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绝处 绝望到底了 梦碎了 人死了 人去了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诗歌 就我们这个年代来讲 必须要穿越八十年代 必须要穿越死亡的阴影 穿越曾经的肝脑涂地的那个旧梦 来到生活当中 从文字当中来到生活当中 而这个工程 这个旅程 这个苦难的历程 不经历还不行 我们绕过去行不行 我不经历这些文字的改变 不要做这场梦 我直接来到现实当中 那就是七十年代延续到今天 那就是没有觉悟 觉悟了以后 吃不消了 崩溃了 也不行 梦还要做下去 而且不要做到天上去 做到地下来 做到现实深处 有失为证 我给大家念 我们八十年代的人 说起自己的经历 都可以说有失为证 这个是我在 后来就去接着旅行 我是九十年代初开始旅行 一路上就跟我的朋友 一开始跟我的朋友 后来是我一个人 我们当时出门写的歌 跟你们现在的歌不一样 你们现在的一些歌 歌词写得很美 但是我认为 还是从八十年代 吸取了一些养料 但是把那个精神的内核丢掉了 是吗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这歌词写得很 歌词写得很巧妙 方文山的歌词写得很巧妙 但是怎么样呢 我认为它技巧上是成熟的 魂丢了 最好的文字不是这样的 这个只是字面上最好的 而没有把字面和人心 最最震撼人心灵的那个意境表达出来 我认为最好的文字 应该是春暖花开 应该是崔剑的那个歌词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这个要比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也好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这才是最好的句子 这个是那么直接 所以这个八十年代 它把梦和文字结合起来了 如果我们把梦 把现实 梦文字割裂开来的话 要么现实平庸了 活得没意思 要么诗歌美了 人死了 理解吗 要么梦苍白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什么办法呢 我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办法 转场 我写了一本书叫转场 转场是牧民的一个词 就是大家知道在新疆 牧民迁徙牧场的时候 哈萨克 维吾尔族 游牧民族 他们每年要迁徙牧场 为什么要迁徙牧场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 这个草枯黄了 他们就回到了城里面来住 回到了山下 因为山里都没有草了 而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 草绿了 山上湖边 都生出了青绿的芳草了 他们就要把羊群啊 把牛啊 赶到有草的地方去 把毡房搭在那里 就是游牧民族 跟着草走 跟着季节走 叫转场 现在飞机 机场也叫转场 这个词啊 字典上没有很奇怪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常用的一个词 叫转场 顺便说一句 这本书啊 我当时问这个杨献毅先生 怎么翻译啊 转场 这个杨先生啊 他翻译《红楼梦》的 大翻译家 他把《红楼梦》翻成英文的 我跟他讲什么 我的书的名字 我一问他 他都是不到一秒钟 他就说出一个词来 他说转场啊 他说叫migration 你学过这个词吗 Migration 就是迁徙 后鸟迁徙的意思 他一下就理解了我的意思 我写了一本书叫烟村 就是三峡烟墨区啊 一个亦争亦患的一个城市 我问杨先生 烟村怎么翻译啊 他马上就说 Missing Village Missing Village 特别棒 特别棒 这个老先生啊 去世了 好 我现在就跟大家念这个 我写的转场 转场啊 是一本书的名字 那么有一首诗 就叫转场 就当时 我们离开了城市 转移战场 转移广场 本来是在天安门广场 然后到了牧场去了 就是转场 这是我在哈萨克战坊里面 写的诗歌 我在哈萨克战坊里面 每天做的事情就 读圣经 写作 然后放羊 就是跟牧人在一起 经过那个年代 真正的我们跟孩子的诗歌 心联系 就我们这是一批人 我听到 我今天在念这个春暖花开 我都怦然心动 我就觉得 真正说出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心里话 我念转场 山里山外 都是家 进山出山 都很容易 只要羊群贴着湖面行走 只要牧人骑在马上 进山出山 随花开花落 日换星移 风吹草低 我又见自己 一会儿是羊 一会儿是云 在水里游 在山上走 我在山谷很高 在山顶很低 你想念一棵树吗 树上的果实 被我藏进水里 你想念一条鱼 鱼在我心游动 你还是想我吧 我在深山 不再隐居 群星来访 和我谈心 谈出星星 星光就要落在你梦里 这个地方 这是转场 那小事 那么在这个 哈萨克人的沾坊里面 我就是每天写日记的时候 丝如泉涌 你悲哀 悲哀中 有闪电吗 你幸福 幸福中 有自由吗 我在深山 向你问候 满月 与越过松林 在天池 种下一棵银树 我在树下 送走客人 等你到来 天鹅 已将落雪 运往湖面 月光在湖上行走 轻如赤矣 青山青水 轻轻颤动 变换颜色 而我始终如一 亦如山林水泽 春华秋逝 迎送来往过客 这个是 我在这个 哈萨克的 毡房里面写的诗歌 就是我们当时的 这样的情怀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一个青年人啊 寻梦寻家 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就是 找到了没有 他这个答案本身 这种 就是寻找 也就是寻找本身 就是答案 就找到了 因为一个人 走过这样的旅程 所以回头一看 啊 原来 原来这就是我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从前啊 这个 阿根廷有个作家 叫波尔赫斯 他写 他讲过 他们的一个民间传说 说传说啊 有一群鸟 在天上飞着飞着 寻找他们的先王 寻找他们的王 结果呢 飞越群山 飞越沧海 飞了一代又一代 一直在寻找 直到有一天 他们终于发现 原来自己就是先王 自己就是要寻找的那个王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寻找自我 找着找着 我发现 我就是要找的那个人 原来这个人 就是我自己 原来我走过的这段旅途 才构成了我的自我 否则我的自我是抽象的 是吧 你一个人坐在家里喝酒 做梦 读书 来寻找自我 我在哪儿啊 不存在 可是你到旅途当中 你到哈萨克人家的毡房去住 你到长江边的欠夫家去住 你在 威房当中 和那个 移民们一起 承受着危难 苦难 危险 这个时候你发现 哦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生命 你就是他 你和他合 合而为一的时候 你就找到了自我 也就是说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这个旅途本身告诉我 啊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很怀念孩子 他是走着 走在我们前面 但是他 太彻底地崩溃了 他就牺牲了 他是 我认为他把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太热爱诗歌了 在诗歌的祭坛上 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 更好的贡品了 把我的命拿去吧 我认为是这样的 当时这份心 我们都有 我记得印象很深 我认识一个残疾的 有心里有残疾的朋友 叫阴隆隆 北京的一个有名的诗人 住在旧鼓楼大街 174号 这是北京有一个有传说的地方 阴隆隆 他的诗写得很好 当时呢 这个我们就很喜欢他的诗 阴隆隆的诗歌啊 我随便说两句啊 你们感觉一下 简介 他写他的个人简介 上来第一句 一个死了 另一个是我 简介 写的多牛 就是 面孔被你们掳去 作为颜料 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当时八十年代的人 说出话来都是这样 当时我看见阴隆隆 他因为小儿麻痹症 蛮严重的 走路也不稳 说话也不清楚 我看了他的诗 我就产生了 偷偷产生了一个念头 不敢跟阴隆隆说 我就告诉我的 另外的好朋友 告诉西蒙 就是坐在帐子里 剔了光头的人 我说我真想跟他换 让我来当一个残疾人 让我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 这是我的真心话 你愿意跟一个人 你愿意用你的健康 跟他换 换他的诗歌 这是当时我们有这份心思 所以我们特别热爱这个诗歌 我们离不开它 这个就是那样一个年代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年代的青年人 要想了解自己 我觉得不能整天 只关心自己的事 是吧 你看看五四 看看六四 看看就是这个年代 周围的年代 你这个时候 看看前后左右 看看别的民族 你就知道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 你们愿意成为什么样一个人 大家知道 寻找自我的过程 有两个不确定因素 一个就是说 我是谁 是吧 当这个答案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认为我是谁 这个答案 其中包含了 我愿意是谁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 人是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做这样的人 你可以做那样的人 而这个答案并不一定确定 你愿意做这样的人 你就成为了这样的人 理解吗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我觉得你们现在 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总的来讲 还是比较消沉 消极的 就是说 你们的真正的声音 没有发出来 我相信在这个时代 远远有比 现在我们看到的 像韩寒 郭敬明 什么郑元杰 杨红英 这样的作家 要深刻的多的作家 要深刻的多的思想和梦想 就在你们当中 可是你们没有发出声音来 或者说彼此 大家各自为政 讲个笑话 就像我们以前一些朋友讲 说现在师法格局 不是军法格局 师法格局 你写你的 我写我的 大家各占一盘地 这就不对了 就是说 人要交流 而且呢 要有呼应 你听见一个跟你相似的声音 就像我 孩子 我不认识他 几次都错过了 我不认识他 可是呢 我呼应他 哪怕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我呼应他 我纪念他 我把他的声音 传给更多的人 这就叫呼应 你呼应了 你的声音也被别人听见了 孩子的声音也被别人听 一个人不要太自私 就觉得 我干嘛要替他宣传 我是我 你是你 咱们各自为政 好 你们都被社会吞噬掉 消磨掉 这社会的大机器 就像那个巴尔杂克的高老头里面讲 文明像一辆大车 碰到一颗不易粉碎的心 稍稍耽搁搁一下 然后 把它碾碎 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 这是傅雷先生翻译 文明像一辆大车 和印度的神车一样 都漏了一句 碰见一颗不易碾碎的心 稍稍耽搁搁一下 然后把它压碎 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 可是我们这样的人呢 我们当时也学到这句话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心 不碎 碎了 也到处 开花 走到哪里 就每一个脚步都开出一朵莲花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的朋友写的诗歌 我们在路上唱 上路的时候唱的诗歌就是 走过春天 走过希望 走过森林 走过煤矿 走过平原 走过山岗 我们一路走 一路想 一路唱 一路看 一路唱 唱那一路的花儿 一路开放 唱那一路的人儿 一路解放 我们当时就觉得 要去解放 就是带着这样的青春的梦想 就出发了 就没有白过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讲课的时候呢 我心里比较踏实 因为我这些声音 不是书本上来的 不是我脑子里转出来的 是我从大地上收集来的 就是说 是我从我的旅途当中 真实的旅途当中 长江边啊 天湖边啊 云贵川的高原啊 青藏高原 我从那里收集来的 就像那个 到海边捡来的贝壳一样的 这个贝壳不是我造的 尽管是我给你们 不是我造 是天然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我认为文学的道路就走通了 所以我觉得 让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回到 这个 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 其实我已经开始讲了 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 我们今天给 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 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题 叫传统与个人才能 这是一个 1948年后诺贝尔奖的 一个作家 英国作家 后来入了美国集了 叫埃略特写了一篇文章 TS埃略特写了一篇文章 传统与个人才能 我先讲到这个文章之前 我还是讲讲我们的这个名前查 就我最新的这个感受 除了孩子之外 我们再讲讲这个 传统与个人才能 我们讲传承 你们知道吗 前两天在都陵的 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 金颜儿同志得了亚军 我觉得好惋惜 好惋惜 你们知道 日本的那个浅田真央得了冠军 我当时啊 就想告诉金颜儿一句诗歌 《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歌 叫 《但即使之花更艳 愁多焉得欲无痕》 这是这个宝钗写的诗句 《但即使之花更艳 愁多焉得欲无痕》 为什么 果然他压力太大了 他忧愁太多了 我后来碰到一个 朝鲜族的一个老师跟我讲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金颜儿和这个浅田真央 两个人打口水仗 两个民族都互相较劲了 就日本人和那个韩国人 就互相指责了 说你们的 讲到最后 这个孩子啊 这纯洁的孩子啊 叫愁多焉得欲无痕 忧愁太多了 不在状态了 他那个短节目的时候 不在状态了 给我感觉啊 他慌了 因为他不懂得什么金牌银牌 不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浅田真央 他说他把银牌 天天挂在家里面 看着 所以要把它变颜色 所以这个浅田真央一上来 我就感觉他的每一个动作 充满了竞争 不美 这是一种竞争性的东西 这又不是田径 又不是一个对抗 花艳滑冰是艺术啊 艺术是不竞争的 美啊 展现自身的美 跟天地间的对话 杨丽萍讲的 舞蹈是跟天地间的对话 给我感觉就 金牌是我的 金牌是我的 他每个动作在讲这句话 我觉得不好 而这个金牌丸一上来 六神无主 他想跟天地间对话的时候 看见了 听见了噪音 看见了不纯洁的眼光 他慌了 这一慌 分数掉下来 得了个银牌 所以我就想起来一个故事 也是我们 这个八十年代的一个故事 这里面也是个文学问题 我先讲一个这个文学问题 回过头来 我们讲传统与个人才能 这个艾略特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就讲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思考 就会发现 一个作家 他最有成就的部分 甚至是他最有个人特色的 那一部分 不是与前人不同的部分 而恰恰是与前人相同的部分 这是艾略特的发现 他举了丹丁的例子 举了很多作家的例子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最有特点的地方 恰恰是和先辈相似的地方 甚至是一样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